请问一下沈西的吴夫人助理见了 吴夫人一行已经结账离开了 走啊 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吧 不知道 老板 通老板来电报说 我们那两千报生丝 被江西官府给查封了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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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老板他要见你 就说我不在 好 老丈 来了 给我致电铜镜夫 穷镜一切办法 也要让官府放行 中间需要打点的所有饮料 由我们来承担 务必要把两千报生丝 按时给我运回上海 好的 我明白 没用的 不得进 老板 不得进 不得进 你们这儿 你们先出去 二少爷 是我让人扣向那批生丝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我不开口 没有人敢放心 你倒是够坦白啊 你之前不说过 在上海做生意 贝勒爷帮不上什么忙 也许在租界是这样的 可一旦出了租界 只要是大清朝的土地 贝勒爷什么忙都能帮 都能帮你 包括盗马 你开个价吧 新月贸易行三纯股份 只要你同意 江西官府马上放行 请回吧 二少爷 两千包生丝 可不是一笔小鼠 你太小看我了吧 区区两千包生丝 我赔得起 好 你昨天还跟我说我没有问题 我也是刚刚才收到的电报 你想办法 你是中国人 你一定知道这么解决这个情况 这个后面有些背景的 什么背景 就是要发那个银子吧 那你给他们 如果你出不起 那就让我来 克老迪 这件事情不是说银子就可以解决的 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 那我怎么办 没错是我违约在心 按照契约上所写 我赔你双倍定金 我不要双倍定金 我要我的生死 克老迪 我现在真的没有生死给你 我的火仓已经定了 我的船快开了 取消不了 火仓的钱我可以赔给你 这两成包生死 我在欧洲已经找好了买家 如果我不能如期嫁货的话 我的竞争对手就会趁虚而入 我在欧洲的信用会大打折扣 这损时算谁呢 你以为我就没损失吗 我除了要跟你双倍的定金以外 那两成包生死我可能永远要不回来 是 我以为你和我比其他的人都不一样 我没想到 你也是一个不讲信用之人 我是造人暗算 我现在也没办法了 我再不相信你了 克老迪 我向你道歉 该赔给你的银子 我明天就找人送过来 你只是损失银子了 我是损失牌子了 你再加十倍赔偿 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 你无事是你 你们不配跟我们做生意 对不起 滚 滚 老丈 老板 我们需要陪克劳迪洋行多少钱 克劳迪当初付了我们一万的定金 现在我们不能如期交货 按照协约 我们要赔偿两万两银子 我们账方还有多少钱 还有三十八万两 如果现在就派人去胡州收购生司呢 现在就到胡州去买生司 来是来得及 可是胡州生司的价格 比湖北要高出许多 不然当初我们也不会舍尽求远呢 这样 你马上就派人去胡州收购 不管他们价格抬多少 给我买够两千包 三十八万两 最多也就只能买一千包啊 先付定金呢 我们货要得这么急 人家一定是要求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啊 那我去银行借钱 那我去银行借钱 相信凭我们陕西沈家的招牌 怎么也得支个几十万两银子 老板 我们现在到胡州去买生司 然后交货给克劳迪 我们至少要损失七八万两银子啊 那还不包括被查扣的两千包生司 老板 依我之见 还不如赔偿克劳迪两万两银子作数 做人当言而有信 我既然答应了他在十一月初之前交货 我就一定要做到 可是老板 哎 夫人 克劳迪先生现在有客人 请您下单 好 我认为他公开 我认为他公开 我认为我认为哥有客人 他公开 我们还是改天再来拜访 可以解决 还要什么问题 我不过 我认为请你 我认为哥 是嗎 我除了要給你雙倍的定金以外 那兩千毛生死我可能永遠要不回來 我以為你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樣 我沒想到 我還是再等一等吧 那進這邊車子 我早日暗算 我現在也沒辦法 我再不相信你了 我向你道歉 該賠給你的銀子 我明天就找人送過來 你只是損失銀子了 我 是損失牌子了 你再這樣十倍一起賠場燕 彌補不了我的損失 沈少爺在裡面 我知道 你們不配跟我們做生意 你和他 我和他 對不起 不會再有任何瓜葛 滾 我讓你來 你去吧 航班 你去從心裡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我買了 你去找你 你可以在十天之内 把所有的生死送到上海吗 可以 我每一包最多只能给你出到三百一十两银子 超出这个价格我就亏本了 克劳迪先生 这个价格我也会亏本 但我还是可以答应你 不过 我有一个额外的条件 你说 我想跟你签订十年的协约 今后十年 你只能从我这里采购生死 不行 万一你给我告价格 我们可以在契约里约定 同样品质的生死 我的价格不能高出十价 一旦高出 你有权在其他商人那里购买 但是同等品质同等价格的生死 你只能向我购买 我们这样吧 我们先把这个蛋签好 如果这次胸利合作的话 那我就签你们的十年月 那我就签你们的十年月 如果这次不胜 一起也免谈 行 先签了这一单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